会使用到IEM系统的状况有几个可能 第一个可能就是 如果你的演唱会的规模比较大 而每一个乐手是可以有一个独立控制 自己听到的音乐内容的混音的系统的话 那我们这个时候会比较倾向于使用IEM 就是用耳机来听自己的演奏 那么另外一个状况 常见的是如果你的演出的空间受到很大的限制 比方说空间比较回音比较大 那么鼓的声音会有很大的回音 会导致你使用地板型的监听听不清楚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们也会使用IEM 那么另外一个很常见的场合是 如果合作的乐器中有我们所谓的古典乐器 或者是共鸣乐器 比方说小狸琴长笛这些需要用麦克风收音的场合的时候 那么在旁边放电吉他或电被子的音箱常常会 这个音箱的音量会大过于这些共鸣乐器演奏的音量 所以使用IEM在这个时候是很好的搭配 IEM的优势当然就是体积比较小 那么如果你戴得适当的话 在舞台上其实是不会造成什么视觉上的干扰 当然很多人会说像这样子小型的监听耳机 常常会有低音不足的问题 但是藉由良好的隔音设计 你可以在设计上来弥补这种小耳机的监听 在低音上面的不足 更何况最近这个科技发展的进步 那在小型的耳机中你可以塞进去的 发音的单体越来越多 那么频率的反应也越来越好 所以这个大耳罩的优势实际上是 最近来说其实并没有那么的明显的优势 反而是这些小耳机的品质已经渐渐的赶上 大耳罩式耳机能够有的特色 我的耳机会接到一个放在身上的无线发射器 或者是放在麦克风支架上面的一个监听放大器 也就是说PA那边过来的讯号是送到这个放大器 然后再接到我的耳机 如果是像这样子的状况 这个放大器里面并没有办法微调每一个乐器在耳机里面的比例 你这个时候必须要去跟PA沟通 就是你耳机里面需要听到什么样子的声音 那么另外一种状况的话呢 是连接到一个我们通常叫做Avion系统 就是它是使用网路线互相串接起来的个人监听系统 它会架在你的麦克风架上面 然后你可以用手动的去控制 每一个乐器在你耳机里面听见的声音 那么这些讯号的来源是借由网路线与 那个PA那边相连接 对我来说最重要第一个音是佩戴起来 要能够舒适而旧 然后再来对我来说第二个重要的选项是 你的音质要能够清晰而平均 因为这个样子你在耳机里面做各个不同的要求 某一个乐器要大声 某一个乐器要小声的时候 比较不会有这个音场上的偏移的感觉出现 如果你的耳机能够为你达成这两项需求的话 那我觉得它其实就会是一支不错的监听耳机 然后应该能够陪伴你蛮久的时间 那最后要提醒大家一点 就是这个耳机如果你买了的话 要常常的用它 耳机有一个这个我们叫run in的时间 就是你必须要不断的听它 不断的听它 或者是不断的让它发出声音来 到达某一个时间之后 你会发现你的耳机的音质忽然变得好很多 那当然一方面也是你习惯它的音色了 但是这个确实会在音质上面有所进步 所以请给你新买的这个耳机一点时间 让它发出声音一段时间之后 它一定能够满足你的需求